我們一起來讀 以賽亞書57章15到19節 因為那至高至善永遠長存 名為聖者的如此說 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 也與新的靈諾為謙卑的人同居 要使謙卑人的靈蘇醒 也使弄毀人的心粗醒 我必不永遠消爭 也不長久發怒 恐怕我所造的人與靈性都必發問 因為他患懶的罪孽 我就發怒期待他 我向他顏面發怒 他卻仍然隨心被盜 我看見他所行的道 也要抑制他 又要引導他 使他和那一同傷心的人 再得安慰 我造就最準的果子 願平安康太歸於遠處的人 也歸於近處的人 並且我要依製他 這是耶和華說的 好 聽起來平安 平安 今天有這個主題跟大家分享 每天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的 就是讚美感恩與饒恕 但這三件事情都需要有神 有神充分的進入在我們中間 有神的愛充分的進入在我們中間 神的愛是有一致的大名 有時候我們會在聚會中流淚 那真實的眼淚其實是可以醫治我們 特別當我們在聚會中間流下眼淚的時候 當我們在唱詩 甚至當我們聽到的時候 當我們聽到一些見證和感恩的時候 我們也許就會流下眼淚 那像這一些過程中間 都可以使人得到一致 因為神的愛是有一致大能的 阿美嗎 神的愛有一致的大能 所以反過來來講 如果我們的心越來越沒有眼淚 也沒有歡笑 那不見得是好的事情 淚與笑都是上帝給我們很重要的 一個情感流入 神的愛帶來醫治 帶來改變 神的愛帶來能力 我們沒有辦法哭 沒有辦法笑 那裡面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說 我們當然說我們的心死是一回事 一個沒有辦法哭 沒有辦法笑 有一個可能性是 它有一些東西仍然精緻的 沒有真正的方向 所以就沒有辦法哭 沒有辦法笑 心死其實也是一種精緻所造成的一種結果 淚跟笑是一個在他面前真實所帶來的一種釋放 神的愛是使我們恢復 是使我們復原 神的愛是一種生命的能力 讓軟弱的得剛強 讓生命的虧缺得滿足 讓人生命得以復原 神的愛醫治我們 特別是當我們願意真正欠貝下來的時候 瑪利亞用香膏來膏主呢 當時他的這一些門徒呢 有一點也覺得滿覺得浪費的 瑪利亞不需要做這一種作 可是耶穌卻肯定瑪利亞 因為他得到了醫治 得到了赦免是大的 耶穌說瑪利亞的身上更顯出他的作為 神的愛在瑪利亞身上是很深的 所以耶穌攔阻他們 不讓他們去攔阻瑪利亞做的事情 所以他得到耶穌很大的醫治跟釋放 以至於他在神的面前就很自然的流露 他的眼淚 他的情感 帶來給他的 耶穌帶來給他的醫治 帶來給他的改變他的祝福 所以當我們來到神的面前也是如此 求神幫助我們 領受他的醫治大能 所以他還是有醫治能力的 耶穌是愛我們的 為我們愛我們 為我們愛而來 他不要我們被捆綁 被最後捆綁 乃是要我們得醫治 魔鬼是要使我們 以奪去我們的能力 魔鬼是要奪去我們的祝福 所以魔鬼有很多方式呢 使我們被他擺過 使我們沒有自由 所以有一些的病痛呢 其實是與魔鬼有關係的 許多拜偶像的家庭 其實發現後面有爭吵不停的女 或者一些疾病都在其中 那後面有一些仇敵的工作有關係 所以耶穌的愛 其實是把我們從一種沒有祝福 或失去祝福能力的關係 或咒詛中拯救出來 罪跟魔鬼把我們從這樣的恩典空間 所以今天耶穌來到我們中間 就用他的愛幫我們挽回 所以真正的醫治呢 其實是挽回 是救恩大能的醫治 把我們從罪惡捆綁 軟弱無路可走 從深淵中間救出來 所以耶穌說我來了是要拯救 我來了是要拯救世上的靈魂 所以救恩不是單單只說 一個人從地位上的一種改變 罪人到義人這種救出 救恩不單單只是地位上 救恩其實是整個救恩在人身上 顯出上帝的作為 所以救贖是指說你信主的那一刻 上帝就開始工作 把你救出來 所以這個救恩是一生之久的作為 願主成就他的作為 所以當耶穌來到我們中間的時候呢 你看見他的服事 你看見他的工作的時候呢 他不是講真理而已 他讓你一面醫治 一面趕鬼又一面傳道 這樣你可以看到他的愛 他的真理他的能力 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耶穌的醫治 也讓人經歷到耶穌的能力 也讓人經歷到耶穌的愛 也把人從私上的生命 罪惡痛苦中間來釋放出來 那耶穌的愛是帶著能力耶 唯有耶穌的愛是帶著能力的愛 就是醫治的愛 那什麼是耶穌的愛呢 耶穌靠我們如同羊 失去故人 他也說過了 他來是要拯救私上的人 康健人不用醫生 有病的人才要醫生 所以耶穌的愛是我們更加的健康 所以每一次的醫治都讓我們更加的健康 所以醫治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有一些醫治呢 需要更長的一個時間 因為我們生命中很有些地方 可能沒有被他醫治過來 我們把它隱藏起來 有一些東西都隱藏在我們的內心中間的傷痛 需要神的工作 需要神的醫治 除去我們裡面堅固的一個淫淚 需要我們被聖靈來觸摸 需要被神破碎跟改變 我們才能夠有更大醫治的一個可能 我們這一次去參加那個圓圓的按摩的禮拜 其實我相信我們去參加的地方 可能也都會有一些的感觸 那認識圓圓的人你就更有感覺 這邊牧師是對他非常認識 那我能有一些還不認識圓圓 他在這裡有好幾年的逛景 那他的成長過程中間也不容易 那天我們有聽到有一個指示 他描述整個圓圓的這十年來的過程 八年來的一個過程 他有把這過程用差不多用十分鐘的時間描述出來 那他在這一過程中間我是最清楚的 還有很多記憶都是很像很新的一樣在我的腦海裡面 即使他在進到神學之後呢 他一進去就跟同寢室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台大的一個學姐 然後畢業然後去讀神學 然後有非常不愉快的那個過程 然後就陪伴他走過 那過程哇好艱辛 那後來他到二年級來三年級 他又肺部開刀 肺部有一些肺肺的問題胸腔開刀 但他仍然如期畢業 畢業沒有多久他又得癌症 一步走來他真的辛苦 他子宮進來 他很擔心那個孩子將來是沒媽媽 那在他很痛苦的幕會中間 那個煎熬中間 你可以從他的外在就可以看出他的那個變化 他原來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女生 對不對我們就看到 其實他後來有一段時間很胖的 那有一段時間臉是很憔悴的 那一陣子他就會跟我們聯絡 他發生什麼事情 他有什麼狀況 從神學院開始 我們他沒有常跟我們聯絡 他也知道目澤的辛苦 所以但是他會一直跟我們保持聯繫 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情 那有什麼需要代表的事情 那在他人生非常低谷的時候 那服飾也非常減薪 來到清見經驚會 那在他那段過程中間 得到癌症 當然上帝後來醫治他 他突然發現自己會畫畫 他自己會畫畫 他那個畫畫的恩師不知道怎麼來 我們也很驚訝看到他畫的東西 他覺得那是因為他的生命的那個歷練 轉為畫畫 其實大家知道他的家庭不容易 他幾乎沒有激勵過家庭的溫暖 所以他常常跟我描述說 其實他最需要的是一個家 因為他母親的關係他沒有一個家 他從小就沒有一個家 他母親是經過四段婚姻 生了四個小孩 他是老大 但是他後面的每一個都是 弟妹都是不同的 爸媽不同的爸爸生出來 所以他的家庭是破碎的 他在住在理想國那裡的時候呢 好幾次只要跟他聊天 其實都是含著眼淚在分享 所以很深刻 那當他這些精力會畫畫的時候 就爆發出一種能量 好像就把它成為一個美麗的畫畫 我也不能理解 為什麼他突然會有這個恩師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會畫畫 可能會畫出很多東西 然後後來他甚至開畫宅 有幾次機會人家來邀請他開畫展 所以可能在教會 也看見他生命中間很多很奇妙的過程 上去醫治然後又會畫畫 後來我也請他們來分享 他學畫畫的一個過程 他很愛畫畫 他把他所有的痛苦啊 甚至灰暗他內心的一些辛苦 然後就轉為畫畫 那其實他的婚姻也不容易 因為裡面可能沒有看到 他婚姻後面的有一些煎貌 那這些牧師都知道 那這邊不容易跟 不方便跟他講 因為他有一次 兩年前他有一次來到台中的時候呢 牧師邀請他來分享 那在分享的過程中間 後來我才知道說 他回去以後接到電話 說教會要邀請他成為主任律師 成為主任主責的傳道人 還沒按摩 但後來他告訴我說 其實那個時候他來講完道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準備必辭成 就是跟教會說 他要離開紀念經濟會 他都跟他的先生過通好的時候 將來可能要去做賣 到鄉下去開去做一個賣畫 或怎麼樣子 類似做這種開個人工作室 他不想要再墨櫃 他這個中間也很幸福 他沒想到 他來賣的教會 證完教會去到電話 反而上一提升他 讓他做一個主任務事 所以 神就這樣把他抓住 募起 如今等於信念經濟會給一個募者 那其實我知道說 為什麼上帝會這樣用他 因為他是一個 很真實經歷神的一個人 特別他每一次也會讓募者知道 然後他不會一直跟我聯絡 但是他一陣子就會讓我知道那個境界 所以我知道他是神所用的 你的器皿就沒有隱藏 很真實 那他自己很有限 我也知道他很有限 但是上帝用他 用這個有限的一個簡單 所以你看一個人的哭跟笑 你就可以知道他有沒有被神醫治 哭跟笑都是內心發出來的 不是表面的 神的工作 醫治本身就是神的工作 是聖靈的工作 所以神的恩手要醫治我們 神運行 醫治在我們身上 這聖靈看到這個原則的關鍵在哪裡 神怎麼醫治我們 真正的醫治呢 就帶來迴轉 迴轉就是轉向神 轉向愛 轉向真理 從悲逆中轉向 轉向 轉向帶來祝福 轉向帶來保護跟祝福 罪就是一種悲逆 一種遠離上帝的一個旨意 不以神的旨意為中心 是罪 人以個人的心意為中心 那是罪 偏襲己路那是罪 人不愛神所定下的一條路 喜歡走自己的路 然後不愛上帝 不願意跟隨住 那是罪 罪把我們就從這個祝福中間帶走了 罪就是一種悲逆神的力量的詮釋 來自於人的自我中心 還要炸彈詮釋的這一種作為 所以誰讓我們得到保護跟醫治 得到祝福跟豐盛 就是要遠離這種罪的詮釋 所以上帝在這個地上呢 設立很多保護的措施 在神的兒女身上 其中一個就是設立權柄 設立一個權柄 在地上代表神的作為 目的要讓我們免受攻擊 遠離悲逆的靈影響 所以神在消極上 保護上做了一些安排 在積極上 祝福上也做了一些安排 透過一些安排 就讓我們得到幫助 得到祝福 所以當一個人受傷的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 一個人受傷 那個受傷的感覺 可以強烈到佔據一個人的心思意念 如果不放手讓它離去 我們就會成為一種 情緒的這一種俗路 所以當我們在人生的經歷中間 有一些的傷 有一些的被罪所影響的東西 它會支配我們的生活 我們其中負面的情緒 都不處理它 負面的那些感覺你不處理它 你不面對它 你不承認它 就會一種自憐自悲憤恨 最有場真包覆的一個行動 所以內心的憤恨跟苦毒 就會讓人家失眠 然後會讓人家口痛 會讓人家腸胃不死 最後讓人家生病 沮喪 抑怒 然後過於敏感 然後呢 一碰到某一塊就反彈很大 那個都是因為我們在受傷中間 可能會帶來的負面效力 那這些都可能圍繞了一個中心 叫做不饒恕的這種苦毒而來 所以當我們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說上帝要怎麼去回 只有我們從這裡面回轉過來 那真正的意志呢 就是一種回轉 那回轉呢 它是一種謙卑 是一種順服 是一種回到神的保護 跟祝福中間所選擇的一個道路 好 真正的意志是一種回轉 一種謙卑 一種順服 一種回到神的保護 祝福之中的選擇道路 這種謙卑順服 會把我們帶到真正的意志之中 我們來看幾處經文 我們就明白 就是為什麼說這些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怎麼樣成為一個真正的回轉 遠離謊言 遠離黑暗走向謊言走向真理 來 我們一起看了 這段經文一起來 也要在路上一起來 基督釋放了我們 叫我們得以治療 所以佔了我們的物 不要再變你無苦的惡情 遠離书三章二十二節 你們這背到我 回來吧 我要依止你們背到你 看啊 我們來到哪這裡 你理事揭露我們的神 所以當我們要回轉 我們必須要從這裡面來回轉 我們也必須要回轉 但是我們今天看的經文 更是明白這件事情 我們再讀這幾句好了 因為我讀一節 你們讀一節 因為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 因為聖者如此說 我所在至高至聖者所在 也以心理全力同回人去同居 要是全力的零出息 同回人心出息 一起來 來 我必如永遠相生 也必須要求救他 恐怕我所造的人 與靈性都必發 因他貪婪的罪孽 我就發怒擊打他 我向他眼力 眼面發怒 他卻仍然隨行被盜 我看見他所行的道 也要抑制他 又要引導他 使他和他一同傷心神的人 再得安慰 我造就嘴唇的果子 願平安康內 威怨 出了一個鬼禁止人 必須要 醫治他 這是耶穌華所說的 所以 有時我們從這裡看到 一處經文 他告訴我們說 我們先要迴轉 那 但是 他也提到說 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些人 他 的時候 有一些時候 卻不是這樣 我們以為轉向真理 卻沒有轉向真理 也就是說 聖經有告訴我們說 我說 我們得醫治了 有提到一種情況 約利禮書 我們看一下 這段有沒有跟律人來 好 我讀他另外一處經文 因為這裡比較沒有這段經文 好 約利禮書來 還有幾處經文 約利禮書 六章指示解藍 他們輕輕的 醫治我百姓的神 他們說 平安了 其實沒有平安 聖經要我們轉向真理 做一個回轉 做一個順服 但是 事實上 這個說起來我們都知道 但真正的 其實在這個轉向的過程中間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 有一些事情是很累的 因為 真理給人家感覺 總是覺得說 是一種冰冷 是一種 不夠 不夠貼近我們需要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比較喜歡一些假的東西 假的東西 不真實的東西 所以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電視 你看那個電影 有時候 某一些越誇張的事情 人越喜歡 越不真實 人越喜歡 因為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比較不會那麼沈悶 所以 我們對真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 不是那麼的喜歡 它太真了 我們寧願有一些假的東西 所以 有時候我們要知道 那個醫治 有時候 然後 以為說有醫治 其實是沒有醫治 所以當我們願意回轉 當然 我們真的回轉 其實是得到了真的喜樂 真的平安 但是 耶穌比斯六章十四節說 他們親親呼一致 我們把醫治做平安 其實沒有平安 所以這裡說 親親呼呼的得醫治 就是說 其實沒有真正的得醫治 為什麼 因為罪也沒有對付 深正的醫治來自於 對付罪 因為沒有順復 回轉帶來的就是一種 認罪 一種順復 所以真正的認罪 就會得到醫治 我們看雅各書 五章十六節來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所以你們可以來這個第一次 一人祈禱的時候 發的力量就是大有功效 所以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這就是一種謙卑回軟的過程 願意承認自己的軟弱 願意承認自己的罪 然後因著上帝的愛 轉向神 而不是遠離神 那認罪代求 就是一個很關鍵 我們生命的復興的過程 所以其實我們要跟神認罪 所以說我們的愛裡面是虧欠 不是認為誰虧欠誰 而是我們自己要彼此都要有所虧欠 而不是控告 是覺得說我們愛裡有所虧欠 所以謙卑的順服流露 然後改變我們的想法 然後這是一致的關鍵 就是從心中切齒的相愛 互相的順服 彼此的結合 彼此的體恤跟了解 這種愛就把我們從虛假不真實 轉向真實 轉向真愛 轉向順服 轉向真理 遠離謊言 我們就得到真正的一致能力 把我們從那個不被醫治 懷疑 痛苦 軟弱 憤恨中間轉向神 這是美好的事情 所以神的愛呢 透過我們回轉而得著 轉向再來什麼 轉向再來就是一種接納 了解 體恤 然後神就開始處理我們的傷害 那沒有處理傷害哪來醫治 醫治就是要用愛 用矯解 用接納 然後改變我們的生命 所以醫治的第一個步驟就是 認罪 承認 第二個 再把一切的悲逆堅固 仇恨交給神 結果我們開始經歷神 一次一次的醫治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饒恕 醫治跟饒恕 最後我們看一下這個饒恕 再來我們必須要饒恕 那真正的饒恕呢 就會帶來醫治 原文這個醫治呢 其實就是有饒恕的醫治 完全的饒恕就帶來完全的醫治 什麼是饒恕 什麼是饒恕 那饒恕它不是一個感覺 感覺永遠可能都不想饒恕 感覺永遠都覺得饒恕不下去 饒恕不是一種感覺 饒恕是一種決定 饒恕是一種決定 生命很多東西都是一個決定 饒恕是一種決定 耶穌說要饒恕七十個七十 表示說那是一種決定 但是你必須心中做一個決定 幫助你做一個決定 往這個正確的方向做一個決定 所以饒恕是一種信心的宣告 因為神饒恕跟醫治我們 所以我們很清楚知道說我們要做一個決定 要饒恕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裡面的東西 垃圾一些不舒服的感覺交給神 這樣我們就面對真正的饒恕 其實昨天不懸疑也發生一件事情 這個是昨天才發生的 這個他自己跑到一個好朋友家玩 他鄰居的一個好朋友 每次那個鄰居都找他 從小就一直找他 這幾年後就一直找他 那昨天他兩個在打Switch 好了他現在打Switch 打一打隔壁那個 我們家那個 我們鄰居那個小朋友 跟他很要好 都同樣一個國小 小大概一年級而已 他三年級他二年 他突然跟我們小語說 你不是我的好朋友 我有另外一個態度我好朋友 你不是我好朋友 你不算是我好朋友 回來 Switch也很不高興 我說你有什麼感覺 他覺得受傷了 喔 他會描述我 他覺得裡面不舒服 有受傷的感覺 我就問說 我把他告訴我那天 我說那你有什麼感覺 我就覺得 嘖 就覺得 我感覺那個臉 都有一點很不舒服的臉 我就 如果你聽到這種話 會不舒服 會啊 就是一直 你一直跟他好 結果這樣你不是我朋友 那我幹嘛找你玩 然後沒事你都要在那裡 我媽媽說 欸小語在不在 然後請他幾點跟我約在哪裡 約在樓下玩 那每次都透過Line Line那個師母說幾點 啊那個小孩子突然說 說就是說他 出現你不是他朋友 不是他朋友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說你不舒服 然後我說 然後後來我說 好啦 我說我知道了 然後我是心裡也是蠻難過 我聽到這種事情 小孩就被受傷了 然後夫妻也就說 我說他要去找他的媽媽 夫妻很有想法 他自己告訴我說 他要找對方的媽媽談 然後他 他是很執著的 他不會當那一隻停留在這裡 宣義就說 我要找那個朋友的媽媽 跟他講這件事情 好讓他媽媽出所處理他 他說他一定要去找他 然後我說你不行 你說你回去 請你媽媽來處理 就是不希望他自己去處理 那我想一想 他那麼執著想要找他處理 好像也不只不好 反正這個孩子 不想把這事情丟給我 他想要自己去處理 那我想一想 唉其實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因為看到孩子這樣 就覺得大人家怎麼出手 還是不出手 我跟他說好你去 但是我後來做了一個 用了一個說法 那我不知道這樣還是對還是不對 但是我覺得 好像要這樣創作他還是對 我說你去跟管兆工講 順便你去跟管兆工講 我說你這句話就不要跟他忙 而利益說你跟 喔你一直說出來的話 我說你去跟那個孩子講 我說如果他不道歉 我們就不是男友 我就這樣叫小五 我說叫他道歉 如果他不道歉我就不再跟你做朋友 後來就跑去找他媽 他媽知道這些事情 然後他媽聽到了 正常的一種教育應該是覺得 還不應該講這種話 信誓著他的孩子 他媽竟然 因為他有描述那個過程 跟他媽講過程 他媽說 嗯 我這麼嚴重嗎 然後小玉說 可是我就覺得 我說我不喜歡這個話 他就跟他媽講說他不喜歡這個話 我說你表達你不舒服吧 他沒有說不舒服 我說不喜歡這個話 所以已經表達了他不舒服 然後後來他就叫他道歉 因為我只聽到那一句話說 有那麼嚴重嗎 我回來跟師父討論 你覺得正常的教育應該是 馬上去告訴他的兒子 說這樣子不大好 你不應該講這種話 上來別人 小禮還要看看小小的年紀 他通通有感覺 他覺得他講這個話很好的 然後他覺得 他到他在打死為局 然後他就說對不起 對不起 只是就沒看他了 就是 不然先生說 覺得他的道歉不真實 然後後來我就等一陣子 我又問他說 你有沒有舒服一點 有舒服一點 有沒有好一點 有好一點 那你有沒有原諒他了 我原諒他 好了 既然這樣就好了 我想再做追問了 既然他已經放下了就好了 至少這件事情已經處理了 那如果我不去處理他 他固定幫他 小孩子心裡就受傷了 那下次怎麼面對這個朋友 其實 其實像這種饒恕的事情 真的 你可能一輩子都要面對 你怎麼去做決定 做一個決定要饒恕的過程 當然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 我覺得都有很多不容易 畢竟饒恕這是一生的功課 我們不可能把一件事情做到非常非常完美 但是我們要盡量往正確的方向去做 饒恕一個人 然後再做一個決定的過程中間 怎麼樣去面對這個過程中間 去饒恕他 然後不再提交這些父親 然後處理過程 處理完 當然那個小朋友他也跟夫婚姻解除 都他的開玩笑 這是他的解釋 然後他也是好像說了說 對不起 但我覺得 這過程中間我們還是去教育孩子 你跟他講一些過程一些話 然後再告訴他怎麼面對這個事情 所以神饒恕醫治我們 我們就可以饒恕人了 所以這過程中間交給神 並且讓神來掌權 今天我們有好多的苦毒跟氣氛 來自於這過程中間沒有真正處理到饒恕 我們以為自己好了 其實我們沒有去饒恕 還有很多人受到傷害 其實有可能來自於那種人生家庭的一種傷害 人與兒子的傷害 夫妻之間的傷害 還有好多 我們心中包覆著很多的 這一種層層的受傷 然後以為醫治很容易 其實我們發現沒有得到醫治 所以這些東西就在我裡面守不出來 就繞不出來 就一直在那邊 特別在經典中間 其實你發現我們處理的一些 一些傷害的那種個案 其實是有很多的 累積起來也知道有一些傷害的那種個案 聽起來覺得說 最困難的就是 有一些人他在回憶起來的時候 他談到十幾年前的一些事情 那你聽到他談到十幾年 其實他的臉色是很生氣的 就是他仍然沒有辦法原諒他 家人或者是那個個案 說對不起他的一件事情 其實最大的傷痛還是來自於那一種親密的家人的痛 那個東西你一講起來就是 你可能不要跟你沒有那麼親密的他們都很容易過去 可是那個最大的傷害就來自於那一種親密的家人之間的受傷 那一談起來他就是提到這些事情都還是有那個氣氛 所以他裡面的傷其實好像又跑出來了 那表示他裡面其實還是有一個過程是沒有辦法饒恕的 或者是說沒有辦法釋懷的 那經過那麼多年 十年二十年還是沒有辦法饒恕 有時候有些東西其實到了三十年四十年可能都無法饒恕 就是我們人這間受到物 人的受到物這間這個真的跟動物一樣 有時候我們就以後我們怎麼罵他 怎麼可能他做錯事亂尿尿 我們怎麼弄他怎麼修理他 其實到後來他還不很開心 還是跟你咬尾巴 但是人好像不是這樣 人就是你有一些傷痛就是 他沒有辦法饒恕 有一個妻子就沒辦法原諒他長三十年前的一種過錯 那像這種傷痛 有時候累積到某種程度就會產生很可怕的事情 那有很多個案在放下的過程中也會很堅持 就是說我永遠不能跟他 永遠不能跟他再做朋友 永遠不再是我的朋友 那種言語的咒诅 當然這過程中間勞恕很不容易說要做到就可以做到 那如果這麼容易就不叫做饒恕 所以真正的饒恕也不是那一種忘記這麼簡單 忘記就是你不要去想他 或許是忘記了 那很多東西是忘記沒有錯 但有一些人的性格裡面 他其實真的難忘 他不但不能忘記 但是一旦碰不到那個點他更混合 那真正的饒恕還要饒恕到你曾經對你 別人對你的惡 所以忘記他只是某一種成都必要做到 真正的那種消極 排得不夠 那積極上來講就是保留所說的什麼 忘記被用武力面前降的掉幹什麼 所以有一個過程中間就是放下 然後呢還要有一種就是 饒恕就是一種能不能放下 但是 因為許多的不饒恕 當然有一種因素是不能放下 但是不能放下 但是一種很強烈的自我造成 那這種強烈的自我 是一種自我中心的一種心態 就是我們的自我中心 我們不願意讓主做主 然後呢 饒恕也不是嘴巴說說 而是說需要讓主去做主 然後順復 然後相信 然後教別神 我們來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約瑟 約瑟為什麼可以饒恕他的哥哥 約瑟其實要饒恕他哥哥容易嗎 那 他相信神 他順復神 他知道神在掌權 神祝福頓保守 就改變了那一種想法 那其實哥哥對他做的事是很殘忍 就是他之前所發生的很多事情 被關然後被羞辱 甚至密都快沒了 但是後來他對他哥哥的時候 當然他有一個過程 就是很不容易 他仍然要讓他哥哥受到一些的折磨 他哥哥其實在過程中間 兄弟之間還是在這邊 應該有一個來來往往的過程 一個照片故事 但最後他去接受他哥哥承認的時候 然後接納他哥哥流淚 然後選擇饒恕他們 他哥哥看不好意思 覺得對不起他 他說沒有 他還用一種解釋說 這是上帝的安排 所以這一切是神早就安排 為了要保全我們的生命 還有這些作為 所以他原諒了 他用另外一個眼光去看 就是說上帝為什麼發生這些事情 有一些的原因 所以我選擇饒恕你們 所以我也相信一件事情 上帝要給我們更大的作為 所以透過這些方式 即使是我們所做的不好的事情 可是 我就 他就脫離那種自我中心 然後靠神 然後相信神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就是要有這種 脫離自我中心的想法 怎樣用神的想法 然後這樣我們能夠真正的饒恕 我知道這都不容易 但是需要這樣 需要這樣 需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需要從神的眼光來看事情 我們就能夠饒恕 如果用我們自己的眼光看事情 很難饒恕 那我們用神的眼光來看事情 求主幫助我們 更加依靠神 就是順處神 讓上帝的愛在我們身上運行 也讓聖靈禁我們 也能迴轉 饒恕 也去祝福別人 帶著感恩感謝的心來祝福別人 求神讓我們能夠成為一個 饒恕的人 也能夠祝福的人 教堂 謝者耶穌基督 藉著我們所經歷的 也成為別人的幫助 求主這樣帶領我們 求主這樣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來用一首詞歌 來回應我們的神 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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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